审核 考据 修改 这他都得负责 那成天都忙死了 哪有工夫陪皇上 还油山满水去 还下江南 而且乾隆对这个编撰工作 特别重视 他本人也亲自参与 你看有时间他就跟着一起 编教啊 审稿啊 那么这个四库全书 一边送给乾隆爷审阅 一边还得找人在抄写 那这抄写这个人 字必须得好看 上哪找去 找谁啊 这不有科举考试落榜的吗 看看试卷 打开一瞅 这个考生字写得不错 写得好 留下来 抄书 这样前前后后 一共找了三千八百多个人抄 说实话 抄书啊 这可不是个好差事 用毛笔写字这玩意本来他就慢 还得要求工整正确 你万一提上个墨点 这就算作废了 所以说一个人每天也就抄个 一千字左右 废着劲了 而且这个活呢 还得不分严寒酷暑 也不管饭 抄书的人你得自己带饭盒 但是就这样还有很多人积极 踊跃报名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当时算是一个高薪工作 你看啊 当时的抄书每一千个字 给二千五分的银子 按照这个速度一个月一个人 也能抄个两万多字左右 大约得能得到六七两的银子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工作量超过一百八十万字 或者说三百六十万字 运气好的 你还能得到御赐举人 或者说准于你参加下一科的 近视的电视这个荣誉 你看看 这是多少钱的都买不来的 那是科举时代 所以说当时有些人 不但不要报酬 甚至说还得通过人 弯门盗洞子 找人情 贿赂 拿到这个抄写的职位 这个给全书的抄录 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但是也有不好的 也让一些个水平不高的人 混进了这个抄录的队伍 因此在后来 在检教当中 检验教队当中 发现一些个错误 有很大一部分 就都是这些个抄录工造成的 乾隆52年3月 乾隆皇帝心血来潮 说的我要阅读一下 刚刚编转完不久的 这个四口全说 结果拿回来一看 发现这书里边 很多的抄写错误和触犯忌讳的 一些个词句 乾隆看完 勃然大怒 把季晓兰还有另外一个总编撰 陆西雄 找过来 重修 抄写 装钉 所有的人工费用和材料费 一概由你们俩照价赔偿 当时这个陆西雄呢 本来是因为编撰有工 已经给调到福建去 这职当官去了 没办法 只能在反攻 自费去重修书籍 本来他就没什么积蓄 这么一来 整的他也是叫苦不迭呀 不过钱还这小事呢 他满脑子想就是赶快啊 把这书完成了 把这书稿修订工作整完了 好让乾隆皇帝赶紧满意 所以说他常年的 夜以继日的加班加点的 埋头修订书稿 基本都放弃休息了 最后积劳成吉 书还没完成呢 他先累死